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什么 什么 你好你好 又是我又是我又是我 小哥还好吗 你好你好 又是我 感觉原来的 这是最后一次录音了 所以我们第一 先总结一下今天 第二总结一下这趟旅程吧 今天呢其实我说实话 我心情和状态不是特别好 又不好了 又来了 我这个人说过 我仪式感很少做 但是我既然做了 我就希望把它做到精神尽美 今天确实可能太紧张 然后操作生疏啊什么的原因 可能我自己不是很满意 自己今天做成全给你的作品吧 但是看到你这么开心的笑 然后看到你的反馈 其实也就是一定成为治愈了我 然后呢总结一下这趟旅程吧 我觉得 就是很自信地说 我这趟旅程来说 真的是对得起自己 我对得起自己的真心 包括我对你说过很难听的话 包括我的情绪会让你琢磨不透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 我都是对得起自己的 所有的做出的决定的 就很感谢 节目里面遇到了你 就是跟我相处起来 氛围真的很好 然后就一直笑开心 那里有一个大叔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 你也蛮喜欢我的 然后就一切都是 你也蛮喜欢我的 你也蛮喜欢我的 啥呢 这句话 有没有但是呢 当然 咱们的性质可能跟一些别的人不一样 我们毕业的去乡就是个本东西 他好现实 对 所以其实就是一种离别的感觉 毕业的去乡就是个本东西 就是一种离别的感觉 结束的意思吗 这个 你干什么 这个 我充分的感觉到 我的心情就感受到 这太香了吧 这两个蜡烛狂 咱们不知道 节目之后会怎么样 我也其实挺慌 我也没有 我也不懂怎么去想 所以我就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然后最后一次旅程 那就祝你 旅程愉快 毕业快乐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喜欢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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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错乱吗 有一说一 他说 他说喜欢你的时候 那两个蜡烛 是不是应该倒放再倒回来 你缓过来一下 我想问问你 刚刚就是这种表达你是完全不行的对不对 我会被他绕进去的 我觉得他说这句我喜欢你是认真的 为什么 他的我喜欢你 摆明的是知道飞儿吃他这一套 你看飞儿的嘴角还是管就微笑 对 对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觉得飞儿是有思考的 她不笨 就是被爱所困的 不客气 然后 就确实明天就要结束了 然后 我们隔得还挺远的 我也 之前没有碰到过 就这样的情况 反正我俩想法一直都是 自表人都是同频的 所以就之后慢慢来吧 我反而喜欢她 现在个不卑不亢的样子 可惜没有 我一直维持